聽說你要換車了喔 還沒聽什麼 他本來帶你看別台車對不對 旅行車對不對 你看這什麼業務 這個什麼業務 他完全不管客人的需求 就亂推就是這種人 大家好我是丁耀師 然後我開的目前的車是 2016年的Tafel M40i 我之前購買的是就是E60的525 然後是從總代理那邊購買的 就是二手車這樣子 車輪大概有七八年 那後來因為就是覺得時間可能也到 車子本身有一些狀況 所以才有點就是有想要換車的想法 其實一開始就是老蕭 我已經關注兩三年以上 然後剛好你們那時候剛搬來新竹 所以當下要走外匯車之後 當然就會想到可以來試試看 找日規的外匯車這樣 我覺得比較大的感覺是 其實從見面的那一刻起 就見坤就讓我們感覺到很誠懇 我們看車沒有壓力 然後他很解釋的很清楚 對然後其實整個感覺 就會讓你覺得很舒服 你可以很仔細的找到你自己的心裡的想要的車子 然後覺得很放心的感覺 這是我在其他車廠裡面 跟業務互動的感覺是比較沒有的 其實我來的時候也沒有覺得我一定要什麼 對 幾乎整個車廠的車都看了 對而且他那時候也很大方讓我帶我看 甚至就讓我試 對 那個時候有一度差一點要成交 一三百里程車 對 對 對 決定這個要不要買這台車的 這段時間 看到了X4 然後在五一間在車廠那台M40 對 然後就被發動的聲音說覺得 嗯 對 很吸引我 而且他那個顏色很漂亮 很漂亮 就是他有那個選配駝色的那一種 對 可是那時候覺得那個顏色真的很漂亮 連那個其他來看車都說 喔 這個顏色還蠻美的 很有質感的 對 因為黑色的車身配駝色那一種 對 還不錯 身邊有沒有被騙的例子 被騙的例子喔 就是買到 來看小便宜 然後買到他比較 一直要修理車 呃 有有有 對 蠻多身邊周遭的朋友 我覺得比較多就是 可能就是想要換二手中古車 進口也是進口車的 就是有那種外表看起來很新 可是里程 可能不一定是實在的 這種意思你不知道到底能不能相信 甚至可能就是買了之後 然後車子開始就出大小的毛病都有 才發覺說里程不準的狀況 這樣比較起來 同時間我們跟不同的人買 可是我開起來就很放心很安心 而且就 沒什麼問題 甚至覺得很滿意 可是他可能最後一天到晚 就要一直去保養廠做維修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 很多想要買外匯的車 或是想要換 那個進口車 就是BMW或是賓士的人 當你開心的買一台車之後 你總不希望說買回來之後 一段跑保養廠 可以好好的享受這台車本身 比如說操控 或是駕駛帶來的感覺跟回饋 雖然當下可能有些車的車價 可能反應的稍微高一些 因為操作我原本購車的預算 跟其實你後面花的那些維修 或是替換的那些時間金錢的成本 都會比你當初 你車價折扣來的 花的可能更多 對 因為我覺得買車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對 所以如果買到一台很棒的車子 其實回來 那個價值不是金錢能夠衡量 所以那時候已經隔了交水 可能三四個月有了 就BMW他那個座椅 就是他充氣 就會有漏氣的問題 就是氣動要靠 就是保護險就有理配 對那當下我就直接找了建坤 但建坤他就非常熱心 就幫我聯絡了保險公司 然後把狀況 我遇到的狀況都很仔細的 跟那個保險公司那邊講 甚至保險公司他原本是 沒有想要讓我在原廠 對啊 可是建坤也去協調 然後讓我順便在原廠做維修 那最後我這邊只是跟原廠約好時間 就甚至到我修完之後出來 他都有做後續的那個Follow-up動作 所以其實會讓你蠻窩心的 他就是很為客人著想 不會那麼事快 就是感覺說好像很 都是想要急於成交 他會去了解你的需求 然後後面的那個服務也會讓你覺得很 就是很負責任 就是跟外面不太一樣 但是我覺得 你跟業務員講比較世俗一點 就是金錢上的互動 跟買到我們喜歡的東西 物超所值是最棒的 那已經足矣了 可是如果你買車 再認識到一個朋友 那個感覺又是更不同的東西 可是也沒有太多機會讓他表現 因為車子就沒什麼問題 對 所以就 這樣是好事 就還蠻推薦給大家的 有很多保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